全民穿越玉兽世界 所有人开军自己的木屋 还能从一千枚宠物蛋里挑选自己的初始宠物 而我发现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层信息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欢迎来到玉兽世界 你已经成为一名玉兽师 你可以收集物资 收服宠物 建设家园 在这个神秘世界 求生发展 不要抛弃木屋 至少前三天 老实待在木屋里的话 你是绝对安全的 身为玉兽师 你拥有特殊的天赋 将自己的血液 逼在凶兽上 就可以进行收服 请善待你的宠物 他们都是鲜活的生命 是你的好战友 好帮手 听到系统的话 回星星没有惊慌 反而是立刻打开了世界聊天频道 这是哪 这是给我干哪来了 我是被绑架了吗 可是我是一个月收入三千的穷鬼啊 赎金都交不起啊 我受不了了 谁能救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给你一千万报酬 我出一个亿 只要能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事已至此 恐慌 抱怨也没有 回星星冷静下来 没有去发言浪费每天一个的小喇叭 随后又打开了区域聊天频道 有人吗 我好害怕 木屋死中一个人都没有 谁来救救我 我去 老子的木屋外 有一只一米多高的大蜘蛛 它冲过来了 救命 我怕蜘蛛啊 谁来救救我 没想到 危险这么快就出现了 即将为所有预售师 发放初始宠物 一阵头晕目眩后 围星星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一空间内 四周地面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宠物蛋 足足有一千枚 看上去异常壮观 每一颗宠物蛋的大小都一样 颜色不多 很明显 每颗蛋里面的宠物也不一样 这怎么选 万一选到比较坑的宠物怎么办 这枚宠物蛋里是一头大蜜蛛 这是一头懒惰的大蜜蛛 力气大 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如果要开垦土地菜园 它可以帮你翻土 它的资质普通 成长潜力有限 而且胃口很大 这是文字 难道是这颗宠物蛋的信息 围星星带着疑惑打开了世界聊天频道 这么多宠物蛋该怎么挑选 虽然老娘月蛋无数 蛋也辨认不出这些蛋 马丹 我的宠物是一只小黄狗 技能是尿液建设 老子就算是脸皮在后 也用不出这技能了 我能重选出十宠物吗 我的宠物是黑眉球 技能是散发黑光 这又屁用了 看来只有我能看到 这些文字的体式 这枚宠物蛋里是 橘叶花 橘叶花 属性 木系 等级 一 资质 黑铁 技能 花粉麻痹 状态 沉睡 描述 性格温和勤劳的宠物 能够麻痹敌人 对植物有一定的兴趣 能够帮你照料花草果树 每隔一段时间 会产生一定的菊花种子 可以种植菊花 桃野青草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隐藏信息 那肯定要从这一千枚宠物蛋里 挑选出最好的一枚 我去 小黄狗 要不起要不起 下一课 在随后的两个半小时内 维星星都在不断的忙忙碌碌 查看宠物蛋的信息 其中也是有等级达到二级的宠物蛋 甚至也有资质在青铜的宠物 后面维星星干脆掠过 等级少于二级 和资质少于青铜级的宠物蛋 这枚宠物蛋里是一只火狐 火狐 属性 兽系 火系 等级 三级 资质 黄金 技能 火花 火爪 状态 兴奋 描述 这是一只即将脱壳而出的珍稀火狐 拥有出色的战斗能力 以及优秀的成长潜力 重点培养它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哦 黄金资质 吊打其他所有的宠物蛋 绝对是这一千颗宠物蛋里的特等奖 挑选完毕 请将血液滴在宠物蛋上 完成契约 收服出世宠物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小虎虎 火来了 这就是火虎吗 看样子很忙啊 你成功获得了初始宠物 将获得宠物的部分属性 以及一个随机技能 你获得了技能火花 我也有技能啊 维星星感觉有一股暖油在身体里流淌散开 她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些未知变化 随后她打开了宠物面板 火虎 属性 兽系 火系 等级 三级 自质 黄金 状态 兴奋 欢喜 弱点 怕水 怕黑 技能 火花 火爪 忠诚度 62 净化路线 两条描述刚刚出生的火狐 遇到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玉兽狮 内心很欢喜 想要与玉兽狮好好亲近亲近 火狐 以后就叫你小虎吧 你帮火狐取了小名 他很喜欢 忠诚度加四 忠诚度这就增加了 走 小虎 我们出去探险 我的宠物是一头大力猪 结果我出门碰到一头大力猪 它的体积是我宠物的一片 我的宠物就好像儿子碰见爸爸 直接被吓傻了 大家先不要急着冒险挑战 除此宠物与外面真正的怪物 还有一定的差距 没错 还是先寻导水 食物等资源 我可不想挨饿 我这里是一片荒木啊 去哪里找水 太阳好的 我快渴死了 我的宠物也很渴 重诚度都下降了五点 聊天区里 似乎没看到 有谁能战舍的怪物 或者凶兽的 真的这么惊险吗 不知道小虎行不行 大力猪 属性 兽系 等级 三 自制 黑铁 技能 冲撞 状态 暴躁 落点 捂结型 或者飞行系的敌人 原来这就是大力猪 小虎 上 表现不错 今天咱们有肉吃了 当别人还在因为宠物等级太低 不敢吃饮食 拥有超强的概念 和小伙子的我 已经成功拿下了巨型大力猪 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 没想到 复远后一个小光阔下 才是最大的惊喜 那是什么东西 恭喜你 发现一个宝箱 打开它 或许能发现一些小惊喜 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 每一位预售师 每天都可以开启三个宝箱 这是一个木宝箱 里面有水 一些资源 以及一张图纸 让维猩猩感到惊喜的是 它竟然能直接看到 箱子里的物品信息 木箱 可开启 食物有了 水也有了 最基本的饮食问题解决 还得到一张烧烤架图纸 妙啊 随后维猩猩学习了烧烤架制作图纸 并查看了建造烧烤架所需的材料 前面的都是一些基础工具 而刚刚学习的烧烤架制作图纸 则是出现在了最底 眼看材料不够 维猩猩决定先制作一个木桶来装 木材减三 普通木桶制作成功 我还需要更多的资源 倒是可以去交易区看看 可是我手上木材不多 谁也不多 唯一能拿出来的资源 是否分解 60份猪肉 每份大概两三斤 留下10份 其他的可以都拿去交换我所需要的资源 铜块和铁块比木材要稀有 而维猩猩是一块肉换五单位的铁块和铜块 交易成功的话 两块肉就能够凑齐烧烤架制作图纸 所需要的材料 剧传 而此时的聊天频道依旧是惨绝人寰 充斥着预售师们的哀怨声 我好渴 宠物逃跑了 我不敢出去 谁能给一口水我喝吗 我靠了 大家都招到吃的没有 这些植物我也不认识 不知道弄不弄吃 玩意吃怀毒的就难受了 我看到了什么 交易区有大佬直接上代了 足足五十份新鲜猪肉 天哪 我在肯草 大佬居然已经开始出售猪肉了 我好想买一份 可是我没有铜块和铁块 世界聊天频道开始沸腾 大片的震惊 还有人求为星星赏一块肉 承诺各种报酬 已经交易到足够的材料了 可以制造烧烤架了 先回去 制作烧烤架 打造成功 加入一木材 可运行三十分钟 加入一枚块 可运行一小时 接下来是烤肉 味道不错 但是没有调料还差点意思 为星星星神移动 再次打开了交易区 又单独挂了一块肉 备注换成了调味料 立刻就有一条丝性传来 大佬你看这个行不行 我刚才太饿 已经吃了一个 还剩下一个 桑贤果轻轻摇晃 就能落下一些 味道奇异的粉末 能够下饭 无毒无害 哦 好 我要了 多谢大佬 多谢大佬赏肉 为星星拿着桑贤果 在烤肉上轻轻摇 就有一片粉末 洒落而下 没过多久 就有一股迷人的 浓香刺激气味 让一人医受苦水 疯狂分泌 瞬间开始盖上 你的宠物 享受到美味 无比愉悦 对主人心生崇拜 忠诚度加四 真是个小吃货 幸好还有很多猪肉 目前已经卖出了28份猪肉 除去制造烧烤价 消耗的铜块 现在我有86块铁 46块铜 已经很多了 反倒是木材快用完了 于是为星星将交易区上的猪肉 修改了一下 在需求里添加了两个备选 经大佬修改了需求 增加了两个备选 我哭了 刚才为了交易一个铁块 我把手上的木材和石块都卖了 我砍了一个小时的树材 得到四单位的木材 三十单位才能换一块肉 这也太黑了 对于为星星的条件 很多人难以接受 但是 现阶段食物稀缺 他们太想吃肉了 你不愿意换 有的是人愿意 很快交易成功的信息 再次弹出 怎么卖完了 一份肉都不剩呢 你们就不好奇 为星星大佬 哪来的这么多猪肉吗 我们现在宠物的等级太低 根本不是野外凶兽的对手 难不成为星星大佬 击杀了一头大野猪 不可能 我是一名特种兵 我和我的宠物其力配合 也无法战胜一头大野猪 还身负伤势 你们说会不会为星星的宠物 吃一头大力猪 然后他把自己的大力猪给嘎了 放棘 在其他玩家 还在因为食物资源等问题 而困难时 我反手将刚刚捕获的大力猪肉 上架到交易子厅上 瞬间引起一片轰动 大片预售师都想得到大 直到一个大聪明 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不是为星星残忍 如果换作是你我饿到发昏 恐怕也会对自己的宠物下手 这就是人性 活须为星星 不是嘎了自己的聪母 而是她的聪母 被熊手嘎了 于是她干脆吃掉聪母 天暴独自 不管是哪种情况 失去了宠物 她就是一个普通人 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或许几天后 我们就看不到她了 没错 为星星活不过几天 这些人想象力真发达 维星星兽也懒得多想 她关掉系统 收拾收拾东西后 就再次复发 准备猎杀凶兽 我的大力猪肉 明明溢价那么多 还攻不应求 被疯狂抢掉 归根结底 是因为这是大家 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二天 大家的初始宠物还弱 无法与凶兽抗衡 寻找食物的能力弱 但它们只要不嘎掉 宠物终究会慢慢成长起来 到时候 食物就不再稀缺 真正稀缺的就会是铜矿 铁矿这些资源 所以为星星决定 趁其他预售室的宠物 还没有成长起来 它要抓紧与小伙猎杀凶兽 疯狂地售卖肉类 趁机收刮其他资源 没走多久 为星星就发现 不远处的草丛 传出一阵动静 一只三级的大力猪 还是大力猪好 实力不强 肉多还香 备受欢迎 小伙 上 你的宠物火狐 击杀一头大力猪 获得少许经验 不错不错 还有经验 还有凶兽 小伙小心 红眼兔 属性 兽系 等级 三级 资质 黑铁 技能 疯狂撕咬 状态 饥饿 弱点 土系生物 苗树 喜欢寻找坚韧棍棒物 磨牙的红眼兔 它现在很饥饿 并且已经发现了食物 火花这个技能 对毛发旺盛的动物 效果更好 你的宠物 击杀一头红眼兔 获得少许经验 你的宠物火狐 等级提升到四级 你的宠物火狐 在战斗中有所顿武 技能火花威力提升 升级了 不仅等级提升 火花的威力也更强了 这就是黄金资质嘛 回猩猩一脸效益 小伙的实力提升 之后打三级凶兽 会更加轻松 甚至可以去挑战四级凶兽了 不过在此之前 微星星决定 先将猎杀的大理猪肉 和红眼兔上下交易区 先将大理猪肉 全部拿去出手看看吧 大家不要灰心 虽然现阶段我们的宠物 不是那些凶兽的对手 但我发现宠物是能够成长的 不过需要讲究方法 我目前还在研究 两张嘴 需要的水和食物态度 而且宠物还这么能吃 如果我恶地不行了 恐怕也会做出 跟伟星星大佬一样的决定 现在的宠物宝餐一顿再说 还研究个马丹 我的小红狗 连尿叶先生这个技能 都没有使用出来 就落败了 现在正在被大理猪矿斗 太惨了 快看交易区有肉了 卧槽 真的是大理猪肉 天哪 难道微星星大佬 不是宠了自己的宠物 而是凭着实力 既杀了凶兽大理猪 现在他又杀了一头大理猪 说不定是微星星的 初始宠物大理猪很胖 一共分解出了 110份猪物呢 微星星冷笑了一声 反手将红眼兔肉 上架到交易区上 你去看一下交易区吧 微星星大佬 又上架了十份红眼兔肉 什么 我的妈呀 这是第三头凶兽了吧 恐怖如斯 嘶嘶 干得漂亮 又击杀了一头三级凶兽 宝箱 红宝箱 比木宝箱高一级 打开后的收获高于木宝箱 但也有可能是更大的危险 这个铜宝箱内有一些资源 以及一张灵能装备图纸 没有任何危险 铁块加五 石块加十 精良的灵能笔手图纸加一 是否学习精良的灵能笔手图纸 学习 围星星打开制造页面 一排合成列表出现 围星星直接滑到最下面 就看到了灵能笔手的相关情况 这是一件灵能装备 具备神奇的力量 杀伤力是一般兵器的树被 能够为你披荆斩棘 叠杀凶兽 看描述这匕首似乎很厉害 而且火狐的两条精华路线中 都需要火灵精 我偶尔观察世界聊天频道 也从没看人提起过火灵精 这应该是比铜和铁更高级的材料 去交易去上试试 围星星在这两样物品的后面 添加了一个新的备选 火灵精 那是什么 一颗火灵精 就能换一块肉啊 谁有火灵精 不知道啊 没有啊 看来世界频道里也没有我需要的答案 你才刚吃多久 又饿了 看来 使用技能战斗 的确非常耗费体力 需要补充能量 还有 宠物升级或许也有很大的消耗 走 回去给你烤猪肉吃 来 喝口水 吃好喝好后 围星星和小火离开小木屋 继续寻找猎物 不一会儿 围星星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野狼兽 属性 兽系 等级 似 自质 青铜 技能 铁爪 撕咬 状态 健康 冷酷 弱点 无明显弱点 描述 一头实力不俗的野狼兽 非常适合御兽师初期的宠物 各方面都出色 没有明显的短板 但前提是能收复它 小火 这次我跟你一起作战 我的火花 好像比小火弱很多 御兽师收服宠物后 能获得部分属性 获得的技能威力 也只有宠物的一部分 御兽师可以让宠物以灵纹附着在自己身上 如此就能获得该宠物的所有属性和能力 大大提升御兽师的生存能力 还可以这样 小火还在与你狼兽战斗 维星星在远处观战 时不时用吹发火花进行干扰 在二打一的情况下 不一会儿野狼兽就败下阵了 你的宠物火狐 击杀一头野狼兽 获得少许惊艳 维星星把刚才击杀的黄皮蛇和这头野狼兽全部分解 准备挂到交易区上继续收卖 分解后 维星星发现 同样是凶兽 有的凶兽身上的材料更有价值 其中野狼兽肉的营养价值比大力猪肉还要好 野狼兽肉 月含丰富的营养 能够改善体质 强壮体拓 黄皮蛇打 含有毒素 能够麻痹神经 再了解了这次物资的信息后 维星星打开交易大厅 将野狼兽肉和黄皮蛇肉都只上架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留着吃 毕竟不能一直吃猪肉 总得换换口味 丰富一下营养 接上几亿 维星星幸运地发现了铜宝像 从中开出了一件特别的装备图纸 零能匕首 发现火灵精的重要性 反手将刚刚击杀的野狼兽肉挂在交易区上寻求火灵精 没想到还真有人有火灵精 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妹子 有什么好商议的 我想知道火灵精有什么用 不知道 维星星并不打算告诉她 而且不知道 池与威的手里到底有没有火灵精 如果只是来套话的 维星星不可能白白说出情报 我想换两块肉 只能换一块肉 不过你是第一个拿出火灵精的人 我可以免费赠送你一份吐血 三百毫升 大力猪肉交易成功 火灵精加一 随后 维星星单独加了池与威的好友 你将三百毫升吐血赠予好友池与威 打开制造面板 精良的灵能匕首打造成功 这就是灵能匕首 好锋利 添加火灵精 能够激发精良灵能匕首的真正威力 走 小伙 继续狩猎 今天还能开启最后一个宝箱 希望能有所收获 这个同宝箱内有一些资源 以及一张灵能装备图纸 没有任何危险 维星星不打算现在就打开宝箱 现在离天黑还有一点时间 他想再寻找看看 然后从中选择开启价值最高的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奇叹的凶手 但是都会把星星和小伙 打掉 同时维星星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让我看看 这宝箱能存在多久 很快维星星和小伙 又投入了寻找宝箱 和击杀凶兽的旅途当中 杀了八头凶兽了 夜晚也快到了 晚上我们就不行动了 好好休息 铁宝箱 比同宝箱高一级 打开后的收获高于同宝箱 但也有可能是更大的危险 这个铁宝箱内有不少资源 以及两张灵能装备图纸 但宝箱表面有毒 请小心 发现更高级的宝箱了 不够 三眼珠 属性 虫系 毒系 等级 五级 自制 青铜 技能 喷吐蛛丝 猪网盘绕 状态 等待猎物 落点 怕火怕水 描述 这是一只凶残的三眼猪 它已经编织好自己的陷阱 等待猎物上门 夜晚的时候 它的站立更强 而现在马上夜幕 请小心 还是灵能笔手 干脆 你与宠物火狐击杀了三眼猪 获得少许 获得少许经验 你的宠物火狐等级提升到五级 你的宠物火狐 资质卓越 在激烈的战斗中领悟出新的技能自然 又有新技能了 打开宠物面板 很快 维星星就看到了等级和新技能的信息 自然 激发潜能 使全身燃烧 大幅增加火焰攻击 持续时间一分钟 结束后 会陷入虚弱 攻击减弱 一天后可恢复 效果还不错 可以开箱了 幸好我有蛇皮 不然还真不好处理这箱子 铁块加石 火灵精加一 优秀的同府制作图纸加一 加园升级图纸加一 什么 加园升级图纸 维星星靠着黄星资质的宠物火 击杀了大量的凶手 积攒了成堆的食物 通过这些食物 在前期交易了各种各样的物质 这次更是凑齐了木屋升级的材料 你满足家园升级条件 是否升级 升级 木材减50 石块减50 铜块减30 铁块减20 土灵精减2 家园升级成功 这房子看着才气派 天色也黑了 这里的夜晚冷冷清清 估计会有不小的危险 什么动静 夜晚果然危机重重 幸好有着三天的新手保护期 反正凶兽进不来 还是好好睡一觉 明天继续狩猎 怎么回事 我的石头怎么少了 丢了几十块 肯定来了好几趟 看来得想个办法抓住这小偷 黄皮蛇打 还有毒素 能够麻痹敌人 接下来就等月儿上钩了 先买点肥沃的土壤 回来种植植物 忙活了半天 终于都种植完了 围星星从交易区 交易了一些肥沃的土壤 将水稻和大米种子 种植在了院子里 没一会儿的功夫 便长出了央苗 这里的植物 跟蓝星上也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多久才能成熟 优秀的稻谷 距离成熟还有六天 优秀的玉米苗 距离成熟还有十天 这么快 这样的话 不需要过多久 我就会有一大堆农作物了 几天后就能吃米饭 玉米了 鱼儿上钩了吗 金石猿 属性 兽系 土系 等级 六级 自制 白银 技能 岩石投掷 急速 状态 窃血 弱点 手剑 好奇心众 描述 这是一只罕见的金石猿 调皮 导弹 613 喜欢偷东西 但他依旧能活得好好的 足以说明他的不俗 若能收服 一定会让你的敌人很烦恼 这只金石猿的体内 似乎蕴海一丝古老的血脉 没有激发 六级 白银自制 臭元豪 居然敢偷我的石头和肉 快留下 小伙 慢点追 这家伙 好欠奏 吃了我的黄皮蛇 看你还能回忆多久 小伙 慢点追 能跟上他的速度就可以 图像法座 看他还可以 小伙 准备好战斗 得瑟 你继续得瑟 偷我的东西 还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不过这头金石猿 资质这么好 杀了可惜了 不如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